2維A酸是一種維他命A酸的藥物 其實它是一種很強力有效控制暗瘡的藥物 因應病情的需要使用藥物去控制暗瘡 2維A酸通常是比較嚴重的暗瘡病人 例如有些狼腫性暗瘡的病人 或是有部份暗瘡病人 如果對一些比較溫和的治療方法 如果是無效的話 都可以考慮使用2維A酸來治療暗瘡 每隻暗瘡藥都有自己的長處 有些柴膏可能針對粉刺較強 有些針對消炎的效果較強 但2維A酸是一種綜合性很強的人物 無論是針對角質層增生 導致粉刺的其中一個原因 以及消炎也有很強的效果 而且它有一個獨特性 就是它對油脂分泌的控制都非常好 很少藥物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4維A酸本身不是屬於A酸的藥物 它是屬於抗生素 它一直用了很久 而且有效治療暗瘡的藥物 它的作用主要是殺暗瘡的菌 另一個作用就是消炎的作用 都是兩個最主要形成暗瘡的原因之一 但是它跟2維A酸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很少單獨使用 它可能要聯合一些外用的藥物 例如外用的抗生素 或者一些外用的A酸的藥膏 通常四橫素 我們要選擇的病人病情 通常都是中度 不是最嚴重的那類病人 可能就會考慮先用四橫素 我們怎樣制定暗瘡的治療方法 其實都是跟著暗瘡病情的嚴重程度 如很多已經出現了發炎的牛斗 或者已經有龍頭 很多龍頭 甚至出現了很嚴重結痂的情況 我們都會界定它屬於比較嚴重的個案 如果出現狼腫性的現象 一定是比較嚴重的個案 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都可以考慮用二維A酸的方法去處理 通常四至八個星期的時間 才會見到明顯的療效 初期可能我們都是觀察著 A酸的食用過程 會否有不良反應 或者受不到不良反應的現象 之後過了四至八個星期 就會開始見到明顯的療效 可能就可以繼續吃下去 通常初期的時候 可能我們需要配合一些外用的藥物 甚至乎一些抗生素 是非四橫素性的抗生素 可能有機會都要使用 但當它的療效 開始出現明顯的療效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單獨用A酸 很多時候都可以足夠控制一些暗瘡的狀況 其實很多治療暗瘡藥物都沒有一個預防的效果 未必可以做到預防和復發的效果 不過A酸其實就是 其中一種是根據文献記載 它是可能可以達至一個預防復發的作用 當然研究顯示 就要吃到一個累積的一定劑量 它才可以達到這個預防復發的效果 這個時間其實都比較長一些 可能需要平均 可能需要六至一年的時間 連續地吃 才可以達到這個預防的效果 所以我們都建議病人 可以根據醫生的評估 以及根據指示去吃藥 如果吃夠足夠的累積分量 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預防復發的效果